切除90公斤拒留 男子重生 这名越南31岁男子软尾海 罹患的神经纤维瘤 沿着末梢神经 从脊椎下方长成一大块 他17岁时右腿已截肢 肿瘤人持续长大到90公斤 是他体重的两倍 医生说他可能只剩一年好活 尽管手术成功率只有5成 但阿海决定冒险一搏 切除巨型肿瘤的专家 美国名医麦金能 今年初应邀到越南法国医院 为他切除肿瘤 经过12小时的手术后 医疗团队成功将巨型肿瘤切除 阿海目前状况良好 麦金能医师没有收取手术费用 医疗费用约台币36万元 将由捐款来支付 众新闻综合报导